全球電子製造和設計供應鏈產業協會 SAMI 報告顯示 全球半導體材料2023年市場銷售額 相較於前年的727億美元 下降8.2% 總計667億美元 台灣已營收盡192億美元 連續第14年成為半導體材料的最大消費國 针對台灣半導體大廠利基電 在日本工程縣的新廠 SBI控股社長北偉急效透露 有意將新廠生產時間提前一年 工程縣知事村井佳浩對此表示 將優先考慮他們的意向並展開因應 小米董事長雷軍稱 看完北京車展後挺絕望的 認為中國電動車同值性太高 還說車拿是在做產品完全是靠懵 是在同值畫卷 有中國網友附和雷軍 但也有網友批評小米SU7的外型 多次被質疑抄襲保時捷 日美調查發現日本曾以24小時營業 作為一大賣點的便利商店體系中 已經有6400間門市 停止全天無休的營業模式 為了緩解人力短缺 各大超商也加速引進 自助結帳機台 新唐人亞的電視 中壢報導 新唐人亞的電視 中壢報導